大家好,我是帮大帅,欢迎收看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A-L-O对着TVT 第三局的上半场,这里是A-L-O的屠夫选择了蜘蛛 那么开局找到一个调香师,其实 苏前去抓调香师,说实话只要调香师这个操作够好 是可以拖蜘蛛蛮久的时间的,毕竟这三瓶香水 要了亲命了,这里 看你好像没这个准备,直接把这块板子下掉,一个踩板 蜘蛛的天赋应该是一个底牌挽留,然后带插搭加速 技能应该是带个闪现,目前我们OB视角是没有切出来,还没看到,这里有加速,就看能不能骗出一瓶香水 好香水是已经交出来了 这个点位就很关键,先下一个蛛丝,调香师回去 吃到这层蛛丝没有?没有,但是这边有两层蛛丝加速,三层连上来 应该是能开掉一刀,好的 差不多待会60秒的一个闪现,直接一刀带走了这一轮 蜘蛛的一个抓步也是很有经验 反正我就不出刀,我先等你香水浇出来,然后再凭借着我的一个蜘蛛丝来进行一个加速,打你刀 这边一刀抽刀,板子下掉,交闪现 漂亮 他这边没有第一时间闪,第一时间闪有可能 被调判是预判到 还是卡了一会看你没翻过来,好,我就要过去闪现 当然这种博弈的话,对于 双方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这边是卡住了,大家稍等一下 好了 回来了 我们继续来看 这里是挂上 哎哟 这把网络好像出了点小问题 网络出了点小问题 大家稍等一下 这边我调整一下 好 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这个抓人速度差不多就是一个标准的60秒闪现抓人速度 在这个速度下 由于他没有能够干扰到电击 佣兵这边打一刀还打到椅子 无伤救人 佣兵怎么说 佣兵这里还想帮忙扛一刀 帮忙下快板 这刀是打到了佣兵身上 那么这里调香师 我觉得这波扛刀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调香师他有薄命的 对吧,你居然这刀打中了 这个薄命也是能拖20秒的 但是佣兵这轮的扛刀也就是多拖了大概20秒之后 多加了5到10秒钟 这里绕过去了 那15秒看有没有更多 有没有更多 有没有更多 好 将近20秒 多拖了20秒 但这一轮本来佣兵是无伤的 多拖了20秒给团队带来的收益 我们来看一下佣兵是补一台新的电击 挂上前锋救下一波人 但是由于这边是挂回到佣兵的脸上 等于说佣兵这台电击是被守住了 那么即使前锋救下来 这里佣兵还要小心 我感觉屠夫这一把 如果想要赢 这里得交蛛丝去抓这一个佣兵 你不抓下一波对吧 前锋救完人以后 强师带走 那边咒术的电击一亮就来跟你打团了 还是选择防守好那么这边就看他的一个防守功力了 哎这边没撞到在等蛛丝等蛛丝等蛛丝 转圈转转转转就下来 就下来这里吐一口还是打一刀 吐一口吐中的条箱意义不大 他想吐中的应该是前锋然后打一刀 这边打中了条箱最后一台电击应该修了一半多了 还差大概30秒到30秒左右的时间啊 这里前锋帮忙下块板子前锋这里的球是很多的 而且这前锋不是一刀倒地那边调香师也去了 要准备打团了这把蜘蛛有点难打了 他如果说强行在这边想要去牵这一个调香师 我觉得反而会给球者更多的机会 刚才因为过去那个佣兵是一刀死的 反而把这个闪现交给这个佣兵可能胜算会更大一点 这里打了一个震慑啊 电击亮了电击亮了电击亮了这里怎么说 上挂飞调香师调香师这边吐一口好吐中 闪现过去一刀挂飞但是没有传送 切一个传送应该是宝瓶的话要留脸上的一个佣兵这边咒术师还想过来垫一下 再干扰干扰垫一下垫下来 那你别走哎呦这刀没打中 调香师自摸起来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边 咒术师倒地那这两个人 感觉前锋还要来吗我觉得没必要啊 挂上了完了这前锋 这前锋感觉白给了呀 这 哇这一波的 这个 最后的团打的稍微的有点勉强啊 真的稍微的有点勉强了 而且这边佣兵由于他是一刀死的现在也不敢不敢过来 那边咒术师这里我感觉牵过来节俭吧 要不 有耳鸣 哎好像 有感觉 传送还42秒吐一口没吐中 咒术师起来了咒术师起来了这里怎么说 咒术师这边要跑有一个孤 那最终这里还是被牵制住了 屠夫相对来说 球稳怕前锋被救 因为这前锋还有一段球 保住了这个平局 我感觉其实很有机会能三杀的 刚才那个地方就是 去追 当然我们是上帝视角 上帝视角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个选手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练士 能保住平局他可能感觉已经不错了 屠夫这把打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前期的一个节奏稍微差了一点 然后 没有能够打一波双倒 那么 最终还是开门站有4个人 不过球者这边稍微是给了一些机会 幸好是屠夫打的没有那么激进 要不然有可能真的要三杀 我们稍息休息看下场比赛